我們來看一下抗函數 那其實抗函數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算 算什麼呢 算如果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是數字的話 它會幫你算 但是如果說裡面不是數字 它就不會幫你加1就對了 所以呢儲存格 那比如說我們 上面這個例子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幾個是 數字 OK所以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說這裡面呢有多少的資料是數字呢 1 儲標一樣放在那個18這個儲存格 2 插入一個什麼函數呢 特別重要這個時候請你切到那個統計 統計裡面 那因為C開頭 所以往下找 會有個叫什麼 Count Count 不過特別重要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說明 計算範圍中 包含 數字 的儲存格數目 記得喔 關鍵字在數字 也就是說裡面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它就不會幫你加 所以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請你把範圍告訴它 這個範圍幫我加一下 所以呢它會怎麼樣呢 一個 一個幫你去檢查 如果裡面是數字的話呢 它就幫你加1 加1 一直往下加 所以加環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53按確定 意思是說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53個儲存格 是 數字 OK 如果換一個方式問呢 那請隔一個好了 比如說在 G8的儲存格 我想要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幾個資料 是 有資料的 有資料裡面 就是不管說是不是數字喔 OK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再控一個儲存格 如果是 我希望這範圍之內 我想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呢有幾個是 沒資料的 就是空的 第三個問題呢 再控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呢 如果是數字好了 那有 有多少個 儲存格的數字 是大於30的 大於30喔 OK 所以 那當然 都是問題嘛 你要解決解決 那如果你 你不了解 不知道說有哪一些函數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那變成你要 土法煉鋼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什麼 如果你想知道說 這裡面有多少個是有資料 你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找到 統計 所以 其實統計裡面就是幫你統計資料 然後找到什麼呢 其實剛剛問的三個問題 答案都在 Count的下面 CountA 是計算什麼 儲存格中 範圍中 非 空白儲存格的數 非空白嘛 就是有資料 下面這個 Counts Blank 顧名師有嗎 計算範圍 內 空白的 OK 所以他已經很明確告訴你 再來一個什麼 Counts If if是什麼呢 就跟剛剛那個Sumif很像 只差別是 Sumif 是加總 可是Counts If 是算幾個 我希望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 大於30的有幾個 那所以你條件就是大於30 那幾個的話呢 就是告訴他範圍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們分別來試一下 Counts 告訴他範圍 下面這個範圍 OK 按個確定 59個 表示這裡面有資料59個 沒資料的話呢 那你用Counts Blank 所以呢 往下找 一個叫Counts Blank 好 Counts Blank 這個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 範圍一樣給他 這個範圍 他會告訴你有7個 是沒資料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知道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多少個 是 大於30的 那就是Counts 什麼呢 Counts If 所以這邊if 然後呢 第一個 Range就是給範圍 第二個的話 Criteria 是 大於30 那 游標移開 自動會幫你加雙尾號 按確定 7個 有沒有 所以呢 利用這 這4個函數 其實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OK 那再來後面有個Counts If 這個Counts If這邊有練習過 所以我們主要剛剛是Counts Counts A Counts Blank 跟Counts 這個if 總共會有 4個類似的這個Counts相關的運用 那後面的話再來就 康義福 其實這個地方 切過來 那 跟剛剛康義福很像 我想要知道什麼 這裡面的話 那個銷售 金額 超過5萬的員工有幾個 那所以呢你就是一個 兩個 三個 當然不是要你這樣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 插入函數 用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康義福 Range的話呢這個範圍 Crateria呢是 大於5萬 好 那一開之後它會自動幫你加雙引號 按個確定 它會算幾個 三個 OK跟剛剛那個三米符不太一樣 三米符是 算 條件如果 是符合的話 它是幫你加總 可是這個Counts If的話 是算有幾個 所以回來的話是算什麼 算那個比數 其實就是 比數的有幾個比數 然後大概是這樣 那底下的話呢我想 後面還有一個綜合練習 這個綜合練習題 這個就剛剛那一題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一題 先關掉好了 那另外一個延伸的練習題 就是也是用Counts If來做 請各位開啟那個 在 在 那個綜合練習題裡面有一題叫 最後一題 黑名單篩選 OK 我是覺得這個黑名單篩選 還蠻 我覺得蠻值得跟 就是 我們 提出來來看一下 那這個黑名單篩選 基本上呢 它的邏輯非常簡單 那這個也是實際上 某位同學提的問題 第一個呢你可以切到什麼 第一個頁面 第一個工作表 它是查詢名單 指的就是說呢 他希望在 這個查詢名單裡面呢 找找什麼呢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 有的話呢 那你要幫我把結果 放在查詢結果裡面 所以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中間是黑名單 左邊那個工作表 是要查的 所以他 每天吼 都需要查詢的那個 這個 Email 其實還蠻多的 那不過我這邊只有列1000個啦 其實底下還有 但是吼 他以往怎麼查呢 就是 就一個 然後呢 到黑名單 可能稍微聰明一點 同學 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怎麼樣 切到那個 黑名單裡面 用 Ctrl F Ctrl F是尋找的 然後你怎麼樣把它貼上 然後尋找全部 找到了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 表示說他是黑名單 那你在後面做個記號 他是黑名單 E好了 那再 找第二個 找第三個 那不得了 可能 找到民國哪一年才找得完 對說他每天公追這件事情他大概就 時間就差不多 所以 有沒有簡單的方 當然有 提示用什麼 康義福就可以解決了 而且喔 如果你會用康義福啊 這件事情 只要 不到三分鐘 就搞定 OK 但是如果你不會 這很頭痛 因為這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他說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花 非常多的時間 後來我跟他講說你用康義福之後 他的時間就變得 突然變好多 因為以前每天做很多這個事情的工作時間 都多出來了 那要怎麼樣 快速的把他用康義福 可以很快的比對出 到底在黑名單裡面有沒有出現 那所以以後呢 這個地方 這個例題喔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兩個範圍 資料的比對 比如說這個範圍的資料跟這個範圍有沒有重複出現的部分 有那你告訴我哪一些 有沒有 其實黑名單的 邏輯是一樣的啦 就是 在黑名單裡面有的 跟在查詢名單有的 重複出現的 有哪一些 告訴我 放在哪裡呢 查詢結果裡面 OK 大概是這樣邏輯 只是怎麼樣做比較快 基本上 真的有的時候 會用跟不會用 真的是差非常多 真的是十萬八千 以這題來看喔 怎麼做比較快 用康義福就可以 一 游標先放在查詢名單的 B2儲存格 二 請你用插入函數 找到最近使用過的康義福 他會問你說Ranch 那你就給他什麼 黑名單 所以切到黑名單之後 再移到哪裡呢 移到那個 他這個黑名單的 A2儲存格 那因為要向下選取 總共有兩萬多筆 我建議 你不要向下拉 因為拉的話會過頭 然後呢 又拉回去又過頭 所以你一直在那邊過頭 OK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呢 很簡單 我剛剛講過 Ctrl Shift 向下就好了 向下他會自動幫你找到 這個範圍裡面最下面 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邊記得喔 先點一下A2 Ctrl Shift 向下 有沒有發現 很順吧 OK 會跟不會真的差很多了 我是真的很強烈的建議各位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真的你工作 做起來 處理資料 就會非常的 得這個這個順手 那做好之後的話 第二個 Criteria 找什麼 很簡單 第二個就是找什麼 找這個 查詢名單 點一下 那 意思就是說 他 就等同是你剛剛 尋找 有沒有 尋找到 那如果有尋找到的話 結果會告訴你多少 1 如果找不到的話 會是0 OK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道理 按確定 做好一個之後 請你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點兩下 有沒有 右下角這個空點 點兩下 你會發現呢 他在瞬間 就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完了 有沒有發現 剩下來的不就是 1跟0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 只留下什麼 只留下 1的 就是找到的話 很簡單 游標放 B1 切到資料裡面的篩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篩選 這個很好用 篩選裡面呢 請你把它 怎麼樣 篩選出 只有1的部分 有沒有 1的部分呢 留下來 0的部分不要出現 再來怎麼樣 請你把 1的部分 把它選起來 那怎麼選 篩選完之後 游標再放在A2 一樣 Ctrl-Ship向下 其實這裡不用Ctrl-Ship向下 因為其實蠻少的 不然你就Ctrl-Ship向下 一樣 Ctrl-C 意思就是說呢 把找到的這些資料 複製 再來切到查詢結果 點擊他的A1 Ctrl-V 貼上 結果 就 做完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 我在做什麼 最後當然 查詢的結果有27個 切回到查詢名單之後 記得把篩選的狀態 把它恢復 不然的話他現在只會 只會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 有查到資料的部分 再把篩選取消掉 按他一下 OK 這樣的話就恢復了 如果說 你哪一天又要再來一次 再重新再 做過一遍 你會發現 其實應該這一招呢 會蠻快的 有沒有 就是直接 用Count if 去 Range的話是查什麼 查黑名單 裡面的A2到最下面一列 我建議是用Ctrl-Ship向下 把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 Criteria就指的是 你要查什麼 查黑名單 那如果是1的話呢 表示 他一定是黑名單 0的話呢 表示不是黑名單 那我們如果要留下1的話 你可以用篩選的方式 利用什麼篩選 把那個1的部分留下來 0的部分不要 這個就是你查詢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 把查詢的結果 A欄的部分 複製 貼到 查詢結果裡面 這件事情 就完成了 OK 所以未來呢 如果你希望 兩個範圍的比對 我是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Count if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就是利用那個 Count if 幫我們完成 剛剛講的部分 Count if 部分 那最後查詢結果 貼過來之後 應該是27個才對 好像理論上 因為我們範例是一樣的 做出來結果應該 也會是 各位看到的 是這個題目的話呢 主要是利用那個 Count if 幫我們把那個 結果給做出來 Count if 這裡的話想各位試一下 最後記得把篩選取消掉 這個篩選其實也非常的好用 未來如果說你要做那個 像Excel裡面呢 要查詢資料的話 其實篩選 也可以利用這個篩選 幫我們把資料查出來